我们来继续上第13课 林志生的两次控美案 那我们当然知道 这个台湾民政府是怎么来的 就是跟林志生的控美案 还有未来我们这个有一个台湾政府 然后我们这个台湾民政府的 这个受训合格的学院 有资格去担任台湾政府的官员 我前一个讲章就有讲到这些问题 是怎么来的 当然跟这个林志生的两次控美案是有关系的 就是Rajio CS0 他就算我们台湾民政府的发起人 那他是总共前前后后 他为了我们台湾的国际地位正常化 他总共就是花费了大概从2005年开始 那到去年底四十 所以大概前后就总共15年 15年 那他这个人的背景是这样子 他差不多40岁的时候 他开始跟我们台湾的政治开始有连接 那他是李登辉的算是望年之家 算是好朋友 那他受李登辉的影响很大 在他中年那段时间差不多四十几岁左右 那时候他的影响很大 然后后来他就把他派李登辉就透过他 因为他在生意上他本来是一个开补习班的生意人 那就跟李登辉有一定的交情 在那李登辉当总统的时候就把他派去中国 类似当秘史 那因为这个秘史的关系 所以跟中国的某一些高层算是蛮好的 蛮好的这样子 那蛮好的话 那就说 那也要在中国的话给他一个位置 所以就透过关系啦 透过到底什么关系那怎么问他啦 大概是这样子 因为我知道他的口述就是他的书面历史是这样子 他透过关系后来在中国就办了学校 在那边经营大概十年 大概十年 差不多是四十五岁的时候吧 差不多四十来岁的时候 在那边经营了十来年 那也是因为他是李登辉的特使 所以他才能在中共那边取得特权 所以他才可以开办学校 其实开办学校在中国一定是特权 你如果没有一点一定的实力要开办学校的话 真的是蛮难的 你如果在这个圈子里面就是这样 学校是特许事业 你 那个如果没有一定的 就是政治背景 你要在中国开学校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他学校有很多部署 然后还有他会影响很多学生 所以这种一定是 在中共那边是特许的事业 你要如果没有一定的背景是没有办法参加 总之 林志胜这个人就是国民党跟共产党的联络人 讲白点 在他差不多中年这段期间 大概45岁左右这段期间 前后这十年 那后来就是因为李登辉下野之后 就是2000年 然后他就慢慢失去了他的什么 他的价值 然后后来因为李登辉下来之后 他给中共就是还有在就是残水扁上来之后 给了什么 给了这个林志的先生 他很非常大的压力 后来他就因为这样子就被弄 就被弄就被弄下台 在中国的事业就整个 听说就被没收 在那个教育事业就整个学校都被没收 他就跟你想方设法 反正他有办法 反正他其实就被做掉 就被黑掉了 就这样子 他整个事业在中国就被黑掉 那后来他听说他是2003年的时候 就是偷渡回来台湾 就偷渡回来金门 他从厦门那边 就做听说是做那个什么 做那铁额船 人家说汤啊 然后他就游回金门 就游到金门外海 然后把他放走 然后他就逃回台湾 差不多03年那个时候 然后他回来之后 李登辉就见了他 然后他就跟他讲说 那这样子 现在有一个案子 那这个案子 我只能讲大概意思 那是详细内容 我就不清楚了 大概是这样子 他去见李登辉的时候 他就说有一个案子 那这个是美国的委托 然后你看你要不要 看你要不要这样子 然后他来他就知道说 台湾的国际地位 那个时候他就讲到台湾的国际地位 怎么正常化 这个中华民国的问题 在台湾怎么解决 他那时候是主要是 谁是委托人 是美国的国防部 国防部 所以我们台湾的国际地位 正常化是谁在主导 是美国的国防部在主导 实际上我听他讲是这样子 所以从那个时候 他就开始准备要控美案 他也在跟美国国防部配合 那谁就是林志润先生 就那个时候开始就跟美国国防部配合 那开始配合的时候 就准备开始说要怎么做 当然他是配合美方的脚步 所以林志润的控美案 原则上受到美国国防部的指导 还有协助 懂吗 那为什么我前面在介绍台湾关系码 里面说他在第四条那一边有讲 你台湾人可以在美国华院中告诉的权利 你有那个权利 那当然这个台湾关系码是 讲实话是美国国防部做的 也是美国国防部做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台湾关系码里面就讲了一句关键话 在第三条那里 台湾有一个美国军事当局 那我问你 这一句话是谁写的 他一定是国防部自己写的 对不对 他很聪明 这个是我写的 那我一定要写 那一定我要写自己是台湾自己当局 为什么因为台湾是我的军事占领地 所以我美国军事政府 我当然是 对不对 我当然是台湾治理当局 所以他在写这个法案的时候 就把这个 台湾的美国军事当局就写在里面 在台湾关系码第三条 所以我跟你讲 这个台湾关系码原则上是写的 是美国的国防部的文档写的 是他写的 然后这个美国总统国会 他们修改之后通过的 那个很明显 所以台湾实际上都是美国国防部在主导 就是这个美国军事政府 那当然后来这个国防部 他就在台湾就透过李登卫 就找到林志生 就是要来解决这一案 那当然国防部对台湾关系码 里面所有架构都非常的清楚 包括他未来要做什么 国防部里面都帮你设计好 你包括我们这个台湾政府的架构 这个都是国防部设计的 美国国防部设计的 这个不是林志生讲的 这是美国国防部设计好的 你包括他的控美案 也一样是美国国防部 他们设计好 就是这个美国军事政府 他们设计好 早就设计好在那边等 只等说什么时候要来做而已 所以我跟各位讲一个问题 台湾民政府的未来 这个台湾政府的架构 一定会成功 为什么 因为这是美国国防部在主导的 背后那只手是美国国防部 就是美国军事政府在主导的 那我听林志生先生讲说 就是美国参谋联席会的意思 那我就懂 那他讲这个东西 那我他跟前路文东西 那我整个都联起来 大致上是这个样子 我都只能讲说 我照他口述的意思 还有就是我在他写的书里面 得到情报是这个样子 那这个是吻合的 这个是吻合的 大概八九也不离死 那详细的情况 我当然是不知道 那就要问他本人 他本人现在在天堂 那我只能讲到这里 因为有的东西 有的情报 他对我们讲的大概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们这些 如果跟Rajor CS 林志生九一点的 你们可以去对证一下 是不是我讲的是这个样子 跟你知道 也是不是这个样子 大概是这个样子 因为实际上的情形 只有他知道 但是我所得到 所有情知的综合 就是长成这个样子 那这就是林志生的 控美案的原由 其实是美国国安部在主导 那背后那支手 是国安部里面的 听说是国安参谋联席会 国安参谋联席会 为什么 它是美国军方最高的军事会议 就是国安参谋联席会 他们有针对台湾的问题 说要来把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 要把中华民国赶走 就这样子 他本来就有这个意思 所以我跟他讲 中华民国在台湾一定会消失 为什么 这美国国安部的意思 他说你按照所有的法律来看 这个中华民国你留在台湾 当然对美国一点好处也没有 这个美国都很清楚 但是不得已 那个时候就为了蒋介石的问题 所以中国的问题 所以不得已把这一批人放在台湾 那他怎么样解决 当然国安部他有相关的配套措施 他也跟中国那边谈好了 你包括平淡岛的建设 这就是让那批中国难民能够回到中国去 他有个地方可以住 那比如说平淡岛的开发建设 还有厦门 厦门也是 厦门他们就是一个经济特区 那个其实也是为了平淡岛的开发措施一起 所以那批中国难民 原则上未来如果回到中国的时候 他们不是在平淡 就是在厦门特区里 不然就是金门跟妈祖 他们就在这几个地方里面 所以他们也有地方去的 这个就是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 就是两岸的中国人都同意 世界只有一个中国 然后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 所以我们台湾的这批中国难民 他们也会回去统一 他们肢底下有讲 像校外长就带队跟习近平 差不多已经都是谈好 在2017年的时候 这个你们都不知道 然后他们来来回回 那个透过陆维会跟海基会 也讲了很多次 然后所有方案都设计好了 这个是你们通通不知道的 但是他们有 他们有在计划 万一台湾的美国军队政府 这边开始赶人的时候 他们也必须要走 因为他们其实上也没有法源依据 可以留在台湾 我前面在介绍旧金山条约的时候 那我跟各位讲过 中华民国就没有任何理由 留在台湾 就是那个旧金山条约 因为旧金山条约里面 中华民国他没有签 所以在林志生控美案的时候 他也强调了这些东西 中华民国那批国民党的 国民政府的那批人 在台湾为非作歹的事情 然后侵犯人权的事情 然后包括他旧金山条约 中华民国他没有签约的这件事情 都在林志生的控美案里面 他全部都有提到 所以原则上你只要看林志生的控美案 那你就知道中华民国在台湾 违反国际法 战争法跟万国公法的一些事 然后导致于台湾人民的权力受损 然后也把美国政府整个都拖下去 跟蒋介石他的国民政府来台湾有关系 那个时候在1951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尼克森他在当总统 那个时候就有意思是说 把中华民国从台湾驱逐出去 可是没有办法 因为那个时候刚好爆发了韩战 然后又有苦领头战役 然后美国又有了反共的需要 所以就把中华民国留在台湾 就这样子 然后又跟他签了一个中美共同防疫销略 我前面都有讲过 因为不得以后 对不对 又发生了很多事情 所以本来要把中华民国从台湾驱逐掉的 可是那个时候就这样把它留下来 然后就产生了今天的台湾的问题 所以这个中华民国的问题 其实从头到尾 其实美国也不是很愿意 可是就这样子吧 不愿意又怎么样 然后因为事实上的需要 那也为了方便 那讲是不是为了方便 那人家为了方便就便宜行事 就把中华民国留在台湾 其实我跟各位讲 中华民国是不应该留在台湾的美国都很清楚 尤其是美国的国防部很清楚 因为当初要把蒋介石踢就是把他整个都踢出去的时候是国防部的意思 为什么呢 那个时候麦克阿瑟他为什么去指 一个很主要原因是他违法帮了蒋介石 他把他的中华民国签来台湾的时候 那个美国那边的时候他们那边懂国际吧 其实都有出来抗议 包括美国政府的官员自己来讲 你中华民国在台湾的这些行为 我美国都不同意 包括英国都来电 我跟他说 我们是盟军那里中华民国 你没有权利留在台湾了 没有啊 可是那个时候就跟我们台湾人 全部都国籍都给你改了 你把它改成中华民国台湾 中华民国台湾省 然后把你这个台湾原本的日本人 全部都改成中华民国籍 美国政府跟英国政府其实都有抗议 针对这些事情都有抗议 可是没有办法他就把它改了 然后就违反国际法了 所以我跟各位讲一个问题 有法律就证明人有罪 那一定有人去违反法律 这个你不要怀疑 所以有什么法就有人去犯 那很简单 蒋介石跟国民政府 就是犯了国际法 就是犯了战争法 就是他妈的作用 就这样子 违法又怎么样 强盗又怎么样 骗人又怎么样 杀人又怎么样 还是有人做啊 对啊 他全部都犯满啊 所以这个林志生的旷美案 他就在讲这些东西啊 实际上背后就在牵扯这段历史 把它全部都讲出来 然后在法院那边留 留什么 留个证据 那我们以后 台湾人就可以根据他这个控美案里面 去把我们的历史 还有所有东西全部都犯案 懂吗 所以这个林志生的这个控美案里面 他有很多的意义 那你要多加的利用他的控美案 因为他控美案里面讲了很多事实 是中华民国这个诈骗集团 不会跟台湾人讲的事实 所以要透过这个在美国的控美案里面 把他放在那边 成为一个什么 法律政绩事实 那中国人以后要拗就没有办法拗 因为中国人这个民主很爱篡改历史 很爱骗人 他写的东西都是垃圾都是在骗人 你知道吗 他是为了他的统治上的 就是方便 所以他都写历史在骗人 他写的历史都不是真的 全部都是假的 包括他的法律里全部都是假的 他就是为了他的统治方便而已 他不是为了社会的公平正义 不是 他是为了他的统治方便 你知道吗 他是为了他个人的权利 所以他在写历史 写法律全部都写假的 就这样子 就是中国 所以中国人是个诈骗集团 国民党也是一样 共产党也是一样 他们都是诈骗集团 所以他们讲的话你就不要听 妈的当放屁就对了 那你反而去看这个 林志生的扣美案的时候 那你才知道台湾真正的什么 状况 你反而去看那个扣美案 会更清楚 所以他林志生的扣美案 是等于替台湾人写历史 把我们过去这70年的历史 重新再写一次 所以你 你就可以看他的扣美案 其实林志生最大的贡献就是他扣美案这一段历史 他把台湾整个历史都重新写一次 你知道吗 而且在华业那边有证据 你知道吗 这个才是重点 所以你要知道他这个扣美案的价值在哪里 那你要用他扣美案的什么地方 他就是扣美案跟美国华业讲了一些事实 蒋介石国民政府在台湾侵权的事实 侵犯台湾人基本人权的事实 他这里面都有讲 那我就开始来介绍他这个扣美案 所以你要知道他扣美案原流的前后到底是怎么来的 那他的目的又为了什么 那是谁在主导的 懂吗 所以我对台湾民政府胸有成熟 为什么 因为这样是美国国安部在主导 所以他一定会成功 然后中华民国在台湾他一定会消失 这我跟各位确定 他一定会不见 这样就对了 那不见要拿一个什么来替代 我前面就讲过是 台湾关系法里面这个台湾政府 我后面再来讲 他是怎么建构我们再来讲 那我们先来看这个扣美案 那这个扣美案都讲完之后 我会接续后面怎么建构这个台湾政府 还有他的一些前置上的法律 我们要先讲 所以我们开始介绍这个扣美案 那他有第一次扣美案 还有第二次扣美案 他第一次扣美案是林志胜自己告的 然后第二次扣美案是 就是林志胜林子安跟台湾民政府是原告 这个是一个重点 然后最后我们就讲扣美案对台湾的冲击 以及影响 那我前面就跟各位讲了 他这个队案他有他的目的 那当然美国他有他的目的 所以他一定要透过林志胜去扣美 然后成立台湾民政府 然后把扣美案做一个完美的结束 然后不要让人家纠缠 那我等一下都会讲这些东西 就是说为什么要有林志胜的扣美案 因为他有他的必要 那我们来开始介绍他的扣美案 因为他的扣美案有三个案号 他是分两次没有错 但是他有三个 他第一次扣美案是林志胜个人去告的 然后他有两个案号 他是NO-06-1825 还有NO-08-5078 然后他原则上都在差不多2007年到2009年之间 把这个第一次扣美案 把它做一个结案 然后因为第一次扣美案的时候 有两个案 那为什么两个 因为第一次在告的时候 他就没有成功 他里面就讲了很多 我美国法院不能受理 但是第二次他重新在告的时候 他第一次扣美案的第二部分 他在告的时候 再重新在上诉的时候 那这一案他就接受了 然后最后 在法院那边留底之后 那个什么 美国军事政府 他就帮我们台湾人成立了什么 台湾民政 那我们台湾民政 我是在2013年成立的 他有成立的相关文书 他有帮我们成立一个 台湾民政 跟台湾政府的基金会公署 我前面就有稍微跟各位讲过这个问题 那我们这是他第一次的扣美案 然后还有他的第二次扣美案 第二次扣美案是2015年开始 他提告日是2月27号 然后他的结论日是2017年的差不多9月份那个时候 大概经过了两年多之后 然后他有结论 那结论就是下面他这一些 这个就是扣美案 第一次扣美案跟第二次扣美案的结论 然后这两次的扣美案在美国 华人家都是Petition Denied 这是搁置代审 搁置代审 那为什么搁置代审很简单 因为是美国军事政府 人家自己要进来审 就是国防部 他们自己要来主打 为什么 因为台湾是军事占领地 各位要记得台湾的本质 是美国总统的军事占领地 所以一定势必召开军事法庭 把这70年的所有成年旧案 全部在这里clean table 他一定开军事法庭 为什么 因为这样只有军事法庭能够来解决 连美国最高法院 他也不能解决 为什么 那我们站在法院的立场来讲的话 因为第一个台湾是军事占领地 是美国国防部的事情 是美国国防部跟总统的事情 我法院已经捞过界了 因为这有卡到什么的问题 战争法的问题 即便我美国最高法院 我才了 我能执行吗 我能执行吗 那里是军事占领地 而且是别的国家的军事占领地 这个又不是我美国能够单方面来处理 而且我才是法院而已 所以他把这样petition denied之后 他把这个 他法院的意见 把这些东西呈给谁 曾给美国政府相关部门 包括总统 包括国会 包括国王部 他们都有 都有什么 都有我们 Rajos C S令控美案的这些 petition denied所有的文件 他们也知道他们 台湾里面有什么问题 因为这是 在法院那边的证据 他讲的这些东西全部是证据 你知道吗 因为你要记得在法院里面你们就要讲实话 因为你不能做伪证 因为你在法院里面只能讲实话 只能提证据 不然你就侵犯什么伪证罪 所以你平常可以讲网话 但是你在美国法院里面都只能讲证据 那什么是最好的证据 法律跟事实就是最好的证据 比如说 中华民国在旧金安条会里面没有签议 哇 这是最好的证据 你完蛋了 你没有签议 那你留在台湾 那你是什么 挂了啊 你光看法院讲这个证据出来就好了 然后他就陆陆续续提了很多的证据 就是我刚刚跟各位讲的 他这个中华民国台湾过来 这个中华民国过来台湾之后 他清贯台湾基本人权一些事实 人家美国军事政府要的就是 他直接在法院上面什么 清贯的事实 然后最后人家召开这个军事法庭的时候 就会把这些法院 到法院毕丁逊底带那边拿来做提审 然后开合议庭 然后一起把这个什么 台湾的法律问题 一起在军事法庭里面把它解决掉 这是军事法庭的合议庭 所以台湾会有一次大审判 势必是绝对逃不掉 你要知道出来混的总是要缓 所以中华民国现在就要常在 就这样子 那美国军事政府会来提审 把这些证据全部都拿来 尤其是他抓就吸 这个控门 这两次 他就全部都跟他提审 他里面讲的东西是不是事实 一个一个来对 把这个事实里面照这个来处理台湾问题 那中华民国一定势必在台湾结束 那他结束之后 他就一定要怎么样 跟你台湾的设新的政府 因为 你知道就西斯林控制 你各位来看 他第一次看我们的结论是这样 因为我们先讲结论 然后你们看他的内容 我等一下会讲 第一个64年来本土台湾的无国籍 然后第二个国籍 无国籍社会承认出政府 你看没有政府 你国籍社会 你没有一个合法人家承认的政府 你完蛋了 你光光看这一点 中华民国就死定了 这是在法院里面的证据 那美国军事政府开军事法庭的时候 就会针对这些证据提审 他会叫蔡英文来 你的中华民国是不是流亡政府 那蔡英文他自己讲的 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 完蛋了 死了 亡国赶就是这种感觉 他们那些中国难民就说 他们快亡国赶了 就是这样子 他一定提审蔡英文来 来过来 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 然后他讲是 他是流亡政府 完蛋了 温戏了 然后他在旧金融条件里面 又没有签议 你怎么逃都逃不掉了 为什么 因为人家看的现在都是事实 法律上的证据跟事实 然后你在法院上不能 不能作为证 尤其是美国的军事法庭 对不对 你跟他作为证看看 人家手头上都有证据 然后还有人民生理 政治恋律 所以因为你无国籍 你又没有人家承认的政府 那你当然是政治恋律 讲废话嘛 这个话就要讲 因为为什么 你为什么政治恋律 你那个中华民国跟台湾在那边选举 其实那本身就是政治恋律 那你台湾的 你又没有办法去改中华民国宪法 所以你被困在里面 对不对 让蓝的跟绿的在那边操控 其实整个中华民国都有问题 所以你怎么选都有问题 对啦 他就是两个毛屎坑 那你从这个蓝的毛屎坑撈出来也是 那你从那个绿的那个毛屎坑拉 把它 把它弄出来 它也是屎尿 都一样 所以人家台湾人就讲一句话就讲得很好 这个蓝的毛屎坑拉 一个选举的就是这样的 所以两个都有问题 所以你不管怎么选 不管怎么做 全部都会产生问题 为什么 因为中华民国本身就是违法的 他本来来台湾的时候就有问题 所以你在那边跟中华民国在那边揪 在那边弄 你早晚还是台湾有问题 所以你台湾的问题不是选举的问题 是中华民国本来就有问题 那你要把这个中华民国弄掉就对了 那你台湾人又弄不掉 所以又是这里就是正数链域 他讲的意思是这里 然后承认美国是台湾领土的占领者 就是美国总统 然后要求行政单位主动协助原告 就是美国政府要来协助台湾民政府这批原告 包括林志胜 后来他就是因为第一次矿门案 所以他协助原告就成立了什么 哪一个原告 他协助谁 协助林志胜 所以他就成立了台湾民政府 在2013年就成立台湾民政府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开始发射分证了 这都是美国国防部帮我们做的 因为这样其实是美国国防部在push 那后来我们台湾民政府成立之后 我们又告了一次 这一次主要的告诉人就加了台湾民政府在里面 因为那时候台湾民政府在2013年已经成立 所以那个时候就有林志胜 然后又加了林子安 然后又加了什么 他又加了就是台湾民政府 一起去再控美一次 那这一次控美要做什么呢 他要把台湾民政府列入原告 为什么 因为有求偿的问题 那这个求偿案他一定和解 为什么 因为这是美国在告美国 你要记得我们台湾民政府是美国单位 是美国政府的单位 因为我们在哥伦比亚那边是注册的 各位看到那个法律事主在没有注册 然后还有你控告的对象是谁 也是美国政府 当然那也是美国的单位嘛 然后这个中华民国台湾对不起 他现在也是美国的单位 他把它变成美国的单位 就是我刚我前面讲过的那时候台台湾机构为中华民国 就是蔡英文他现在台湾这个政府 那当然这个政府是有问题 因为蔡英文自己讲这叫流亡政府 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 所以他整个都知道他有问题 那他也要配合美国来解决这个问题 总而言之 第二次的控美案就是美国在告美国 那因为美国在告美国 那这个是法律问题 所以我们用华力来解决就好 就不用透过战争 你知道吗 因为我跟各位讲 中华民国不是什么主权独立的国家 他实际上是美国政府的一个附庸单位 他是他的外籍佣兵 因为我跟各位讲过 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实际上是美国的佣兵 然后后来他跑来台湾成立了中华民国 然后才有一个中华民国台湾自与当局这种怪胎 所以他其实如果认为 国际法来讲的话 这个中华民国台湾他实际上是美国政府的附庸单位 所以他也隶属于美国政府的什么 他的外籍佣兵 所以他就要处理这个问题 对不对 那这个问题就是我美国法力内部的问题 那我可以自己处理 我不必透过战争我用法力来解决就好 所以这是第二次控美案的意义 让美国去告美国 然后透过什么 透过法力来解决这个问题就好 就不用什么战争 所以我们台湾不用经过战争 就可以换台湾政府 原因就在第一次控美案跟第二次控美案 所以他有很多意义 这个也是其中一个意义 就是说把台湾问题变成我美国内部的问题就好 所以我用法院来解决 我以后开军事法庭 我来处理这个问题就好 我来开一个合议庭 我把所有法院的证据都把它 全部都承来 我把法院里面讲的一次把它解决完 那我美国在台湾的法力问题就 就整个都结束了 那台湾的国际地位正常化 当然就是美国的设计 还有他的做法 当然他的做法是 是对的 他的整个解决的方向是对的 当然我非常支持 其实他这个方式是对的 他这个方法做得很好 这个我没有话讲 其实你如果好好去了解这两次控美案 背后整个故事的话 你真的有去了解的话 其实你会说 美国做事情 他们在做事情 其实是他们是有策略是有方法 而且这个方法是最好的 是有效的方法 当然我本身很支持这个控美案 至少他不用透过战争 他用法力来解决就好 这是我美国内部的问题 谁都不可以干涉 你日本也不可以干涉 你中国也不可以干涉 你国际社会都不可以干涉 就是我美国内部的问题 然后台湾是我美国军事政府的占领力 就我来处理 所以他里面就讲得很清楚 承认美国是台湾领土的占领力 这什么意思 他的意思是说我美国总统跟军方 我自己要来解决台湾问题 跟你所有人都没有一根毛都没有关机 我跟你讲 我军事政府的军事法庭我说的算 不然你要怎么样 这我的占领地 你要讲什么话就这样子 他的目的就是这样子 美国军事政府要来主导台湾未来 他的国际地位的正常化 人家自己要来 跟你什么台湾民政府 这批童心其实也没有关系 就算你全部都出去了 台湾也会正常化 他不差你一个 你懂吗 人家这样是美国国外部自己在推的 然后他叫林志生配合这样子而已 他什么东西都跟他全部的设计好的 你林志生听我的命令 我怎么说 那你怎么做就对了 懂吗 所以林志生是工具人 是美国国外部的工具人 你这样听得懂吗 那你就尊重他就好 就配合他 因为他是美国国外部派来我们台湾的代表 就这样子而已 其实事情很简单 你把本质都想清楚就好了 背后的常见人是谁 老板是谁 对不对 你把这些东西都弄清楚 那你就不会乱 所以你做任何事情 要把东西的本质看清楚 前因后果去了解 那你其实对这些东西 你就不会有悬念 你就像我有什么悬念 我很清楚 那里面是什么东西 对不对 虽然我眼睛没有看到 但是我相信 因为我看到法律的事实 因为我看这些东西 文件我看我都知道了 我就知道那文件背后在讲什么 那是谁 那是谁在主导 你好好去看法律 对不对 像我这样跟你讲的 有没有 比如说你去看台湾关系 你要是看懂 哇 台湾关系法谁写的 美国国王部写的 对不对 很清楚啊 所以你要会念书 你要念懂那个 那个法律背后的很多意义 那你要追 追本书 你包括那个台湾关系 还是写的 那我一看都知道是美国国王部写的 不然就是跟国王部相关的智库写的 那我一看就知道了 为什么 因为台湾的治理当局是美国军事政府 那么写在里面 我一看就知道 哇 你就加这一句 那这个一定是相关的人写的啊 对啊 所以那里很多东西你就要看到这个东西 那个背后的意义 人家只是为什么怎么写 然后怎么规定的 那这样各位就明白了 然后来他第二次控美案 他的结论是 美国高等法院认定 日本具有台湾潜在管辖权 台湾是日俗嘛 第二个只有日本能给予本土台湾的国籍 本土台湾的国籍应是日本天王成名 就是日本成名 但主张台湾属于中华民国的开拓宣传 是一张废子 所以开拓宣传是一个宣传而已 是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 而中国的中华民国流亡政府 已经确认于1946年变更本土台湾的国籍 已经造成本土台湾的上市国籍伤害 所以我看他已经承认上市 给我们造成伤害 那有没有赔偿的问题 有有没有和解问题 有 然后联合国无法给本土台湾人国籍 本土台湾人不得依据联合国宪章 人民自决要求公投选举独立 R6 台湾的国际地位是日俗美战 这个全部都对 全部都对 全部都对 所以他第一次控美案跟第二次控美案的结论 真的是很不错 几乎大概中了靶心 百分之95 他的下的这个结论真的是很好 这个也没有什么话得讲 他虽然不是完美 但是也切中靶心了 差不多就在那个红心点的旁边 差不多了 很准了 所以我对他的这个结论就没有什么太大意义 你们好好看 其实就是他的结论去下的很好 控美案两个这个暗号的这个结论下的 下的 comment下的很好 好我们来看他的内容 他第一次控美案第一次 他的结论是在这种情况下 原告台湾居民和台湾民主党 因为那个时候Rajul CSN主一个党去告 228个去告他 要求法院解释条约规定和其他地方 和行政声明确定移民和国籍 在多大程度上一行 行政程序法二 美国宪法适用于他们 美国法院开始终止审理 认为诉讼提出了一个不可审理的政治问题 法院缺乏主要管理家权 所以他就吸SNT在控美案的时候 基本上美国法院就把他驳回 就是说跟他讲说你这个告的方向是错的 他就是说类似像美国的第五十一周这样子 就是说你即使美国应该对我们台湾有行政管家权 的这个意思 然后美国法院就说你告的方向错了 所以第一次控美案的第一案他就告的不是很顺 当然他有一些结论的话 这个也会成为未来的一个法院在做提审的一个证据 然后我们里面来讲一些他里面在讲 第一个1895年4月 他后来他第一次控美案 虽然他被 他其实就被退件了 那这个件就被退之后 他又再上诉 因为他也可以上诉 他把他驳回之后 他也可以上诉 所以他又上诉 那就第一次的第二次控美案 第二部分的控美案 所以我们第一次的控美案 总共两次 因为第一次的时候就是被退件了 他说你告的方向是不能告的啊 然后你的方向要改 然后后来他又再上诉 然后第二次上诉就Petition Denied了 所以原则上这一案就是说 他有在法院那间Petition Denied 就是说法院认为说这件事情 我虽然知道你提的是证据 没有说但是我还是不能寻 你知道我还是不能审理 因为这是这个我法院审了 我也没办法 我即便下了决论 我也不能帮你执行啊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你台湾是军事 美国军事政府的占领地啊 那我美国法院不能够越举代表 跟你台湾这样就裁下去啊 那谁来做 谁来执行 那我法院不是讲一些屁话吗 对啊 即便我裁了谁来执行 不行啊 他因为他裁了 他也不能给 这个 美国军事政府啊 不行啊 为什么 因为台湾是占领地 他不是我美国的国内 所以这个已经超越我美国法院的司法管辖权了啦 你应该懂我意思吧 所以他就不能踩 所以他只能够留 他留个底就批地运地那而已 那最终如果说真的要提审的时候 那就是 在台湾开美国军事法庭的时候 就把这一案全部都移交到军事法庭的时候 一起去审 所以我跟你讲 台湾会有一次大审 会有一次大审判 要审判中华民国 懂吗 因为他在那边侵权 侵犯台湾的基本人权 然后他审完之后 中华民国就结束了 基本上就这样子 这一定会开啦 因为台湾的问题就是用 美国的法院来解决就好了 就是什么 军事法庭来解决就好了 还有 美国法院那边把这一案全部都 到时候放来一起审 就把两次的控美案 这个PD军顶案全部都送到 台湾的军事法庭里面 和议庭一起审 你就照这个审就对了 对什么 因为这个美国法院这边讲的全部是证据啊 对啊 那你中华民国怎么解释 说蔡英文就挂了 就这样子 中华民国就 就是流亡 流亡之后就结束了 就这样子 然后他要反为 他的母国就是哪里 中国的金门 马祖 平坦 厦门 这是一个中国嘛 对不对 一个中国就是这样子 两岸的中国都认为 他们世界只有一个中国 那你就要回去统一 就这样子 那台湾不是中国 对不对 好 那第一次控兵的第一部分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1895年4月17号 马关条约中国将台湾割让于日本 这个是日本是大日本帝国 日本于1945年9月2日投降 日本代表在东京湾的战舰秘书礼舰上 签署的投降仪式 同一天 盟军最高指挥道格拉斯 拜克拉斯将军 发布一般命令地奥 日本高级指挥官 和所有地面海上空中 和内部的辅助力量 台湾向蒋介石投降 根据一般蒋介石一般命令 蒋介石是一名军人 中华民国的政治领袖 是盟国的代表 有权接受日本军队的投降 1945年10月25日 蒋介石在台湾代表 接受了日军在那里的投降 蒋介石在台湾接受日本投降 和遣返日本军队 是在美国武装部队的 大力协助下完成 然而旧新山和平条 也没有表明 对台湾的主权是由谁移转 根据旧新山和平条 第23条 将美国为主要占领全国 中华民国政府作为其代理 他这里面都讲了 第七中华民国与日本之间单独条 1952年4月28日签署 生效台北合约 也没有转让主权台湾 从日本到中国 他只是承认日本放弃所有权 所有权及声明台湾和澎湖 这样而已 ROC被负以权力 扶尔摩杀和澎湖 和蒋介石只被要求为盟军管服务 摩杀和澎湖 并等待最终决定他们的状况 原告声称这种状况从未改变 美国仍然是主要占领全国 对台湾享有主权并 拥有其领土的所有权 美国国务卿柯林鲍尔 我也证实台湾不是独立的 他不享有国家主权 然后原告声称 他们拥有美国国民的权力和特权 包括美国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力 包括第一修正案的权力 请求纠正及不满 第五修正案适用法律程序的权力 第八修正权力以剥夺公认的刑事 及反对残忍和不正常的国际惩罚 和第十四修正案 对正当程序和平等保护的权力 原告声称他们在美国国民的依据是 据称美国对台湾行事主权 台湾人民欠美国对台湾 拥有法律上的主权 永久效忠美国 并拥有美国国民的地位 原告会让法院解决一个典型的政治问题 而提告美国 台湾和美国及中国之间 极微妙的关系 法院是没有权管辖的 因为确定 谁对特定领土拥有主权 是不可有法院裁判的 然后十二 根据政治问题原则 可能使案件不可审理 一 由美国宪法所列出有关政府 某特定行政部门掌权此议题的明确条文 二 是欠缺法院所能发现或管理的标准来解决 三 是除非先前有政府明确的政策声明 否则法官无法解决的议题 四 法院若试着单独解决 导致对于其他应参考 其他行政部门意见的不尊重 五 是有遵守一个已经确定的政策的特别必要性 六 是涉及因此许多政府部门 对某一特定议题有各种不同的说法 所导致的迥态 十三 因此法院没有判决与言告投诉的司法管辖权 就是第一次控美案的第一部分 就跟他打了回票 就是说 对不起 我法院对你廉自身这个告诉的第一次 我没有管辖权 你告的方式不对 他的意思是这样子 但是他还保留上诉的权力 那你可以继续再告 但是你要告对啊 你如果继续拿这种东西来纠 跟我纠缠的话 那什么方向就错了 为什么呢 因为林志生一直在告的说 他第一次他有讲到说 他的意思是说 我台湾人应该有美国国民的权利 当然这是不对的 是不对 因为你台湾是属于大日本帝国天王的 你的国籍是日本臣民 这个不是美国的国民 他的意思是在这里 所以你就提了你 我这个美国还不能省的东西 对不对 台湾又不是我美国的 所以你告的方向是错的 但是如果说你 如果换一个方式来告的话 比如说你就确认说 台湾的主要占领全国是美国 那美国金融政府应该来管辖台湾才对 如果说你用这个方向来告的话 在美国法案这边的时候 他倒是能够接受 他倒是能够在法案这边 留一个法律上的证据 说对那你讲的是事实 对不对 你旧金山条约上面讲的就是 台湾的主要占领全国是美利坚和中国 那你如果讲这个 这个是一个证据 对不对 在美国最佳法案这边是一个证据 没有说因为法律就是最好的证据 那旧金山条约就是最好的证据 美国是台湾的主要占领全国 如果你用这个东西来谈的话就对了 那你那你就谈一个没有的东西啊 你也说我他第一次控美案的第一部分就说我台湾人应该是美国的国民 他就讲这种东西嘛真的啊 所以他最后说那你提了我不可以审理的东西 那你为什么 因为国籍的问题的话是你要按照我美国的法律来申请的嘛 你又没有申请 对不对 所以你就提这个我没有办法审的东西啊 那我对其他行政部门我非常的不尊重这样子啊 对所以站在美国法院的立场来讲是对的 他就说你提了这个方向可能是有问题 所以他请他就这样就是啊 他就跟罗族西也讲这一案不是我能审 我没有管辖权 但是给他保留一个上述的权利 那你可以再告 啊这在地方法院告的啦 那后来他继续再告 他就往这个高等法院再告 你知道吗那是第一次控美案的第二部分 那在罗族西也就记忆在上述 他往上述的巡远法庭继续告 那再来就是第二部分 然后他的结论就这样子啦 地方法院于2008年3月18日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于2008年3月31日及时提出上述通知 二地方法院是否正确的认为政治问题原则禁止原告声称 他们因为在台湾居住而有资格成为台湾公民的裁决 不论假设这一行为是我可行 原告的诉讼因为能提出主张而被驳回 所以他这个第二案 他这个第二部分的时候就有讲说 他上一部分他为什么被驳回 然后他继续在上述的一些原因 在1978年卡特总统宣布总统签署的1979年台湾关系法 从1979年1月1日起 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并正在与中华民国结束外交关系 总统的备报率指出 美国和台湾之间现行的国际协定和现行安排应继续有效 卡特总统还强调美国人将保持商业 卡特总统还强调没有官方政府代表和没有外交关系 美国人民将与台湾人民保持商业文化和其他关系 行政命令进一步详述的美国与台湾人民保持非官方关系的方式 表示批准美国和台湾当局在1979年1月1日之前 美国承认为中华民国的主管当局 签署的所有条约和其他国际协定 包括多边公约继续生效 是根据台湾关系法 美国行使通过美国在台协会与台湾的非官方关系 是一个非盈利性公司 根据哥伦比亚特区法律注册成立的 该法规定在美国的法律对外国国家民主国家政府或类似 也应该考虑包含台湾 台湾可以被视为一个独立的外国 在1982年美国和中国发表了第三天的公报 美国同意尊重彼彼此的主权和领图完整 互不干涉内政是构成美中关系的基本原则 然后面对美国和中国之间多年和多年的外交谈判和微妙的协议法官 指出了自己有权对台湾主权做出政策选择是荒满的 他其实就讲到这种 台湾的问题其实不是我美国法院我单方可以做决策的 因为这个不是我的事报管理 所以美国法院他的脑袋是好的 他没有错 他说你台湾问题也不是我美国法院单方面可以踩的 没有错 由于在台湾出生原告声称是非美国公民的国民 然而美国法律明确规定只有出生在美属萨摩亚或斯温斯岛的人 根据出生地点才被视为非美国的国民 事实上最高法院认为总统在国际舞台上拥有权权和独家权利 并且是联邦政府在国际关系领域的唯一机构 这些是要求法院确定对某一特定领土的国家主权问题诉讼财品 这样的决心正如法院将诉美国所解释的那样不是司法 是政治的问题 任何政府的立法和行政部门决定对法官具有决定性的约束力 以及所有其他官联公民和该政府的同样约束力 就是说我们美国的行政立法司法我们彼此都要尊重 尤其是通过了法律我们彼此都要尊重 你应该懂我的意思吗 他其实的意思就是这样子 包含旧金山条约 这个美国法院他也要尊重 因为他是国际教育 所以站在法院的立场是这样的 你只要是法律的东西 原则上我都要尊重 所以有很多事情不是我法院我单方面可以采的 那我要尊重行政部门 我要尊重立法部门 因为他们也会通过一些法院 比如说我们讲一个问题 美国国会会通过一些法律 会 那我美国法院能够对他说什么吗 我也要尊重他 那我不能去采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些议案 一定是违法的这样子 我也要尊重他们 所以大家彼此都会立法 都会通过一些法案 所以大家都要彼此去尊重 他的意思是这样子 所以他就认为说台湾问题不是我美国法院可以单方面去讲 但是我会把这个裁决的结果 就是说我把这个证据我也会呈给行政部门 也会给国会这样子 然后让他们去会整 看说怎么来解决台湾问题 他其实讲到这个意义这样子 然后明确表示美国决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建立外交关系的期望是 台湾的前途将通过和平方式来解决 然后一般命令第一号 中华民国代表担任主要占领全国的代表 也就是说美国并没有因为已经撤回该机构 或在台湾取得任何其他权利 道格拉斯迈克拉将军的一般命令第一号仍然有效 旧经安合约台北合约 以及其他法律文书都改变了台湾的国际地位 美国和台湾之间的关系完全来自于行政命令 1996年8月15日第13014号及1979年的台湾关系版 这两个明确指出 无论实体中拥有对台湾的主权 美国都没有 然后他就讲了这些证据之后 他这里面就讲了一些重点 就是说台湾的主要占领全国是谁 他就是美国总统 然后你台湾的问题不是我美国华院单方面可以解决 他就把这个第一次的控美案的问题原则上就批击击击击击击什么 割置代事 当然他把这个诉讼的结论他就给什么 美国的行政部门还有什么 还有他的国会 为他为什么 因为这一案要留底 那这案是谁在推的 背后是谁在推的 是国防部 所以国防部就看到他第一次控美案的结论 那国防部就知道怎么做了 那其实各位要记得 台湾的问题其实不是美国法院在解决 是美国的国防部 为什么 因为台湾是在军事占领中 所以他在台湾关系法里面就讲了 台湾的治理当局是谁 是台湾的这个美国军事当局 所以这一案就是美国军事政府自己在强推的 他们在推 其实我讲实话 即便没有Rajos CS令控美案 那我跟你讲 美国国防部他针对台湾他也可以强推 那他为什么一个控美案 是为了避免以后夜场梦多 所以才加入Rajos CS令控美案 为什么 因为美国的国防部他怕以后被告 他怕他自己也上军事法庭 对不对 所以他不能乱来 所以他最好的方式就是说 那我在美国那边透过Rajos CS令去控美 那如果以后有人要告我美国国防部 对不起我们在美国华英那边都已经和解 全部都 你知道吗 因为你要解决法力问题 那你就用法力来防守 所以美国就找Rajos CS令在美国那边做了一个防火墙 什么法力的防火墙 就是说我美国国防部在处理台湾问题的时候 就不要在美国法院那边被人家纠缠拖后腿 那我与其这样子不如在美国那边 叫Rajos CS令去告 如果以后如果有法律上的问题 你就去Rajos CS令控美案这里去跟他纠缠 他就跟我美国国防部这边就做了一个防火墙 所以他这样做法是对的 但是美国国防部为了解决台湾问题 他又造了一个防火墙 就是林志胜 懂吗 所以我跟你讲 这一案都是美国国防部在主导的 这我百分之百跟你确定 其实即便没有林志胜控美案 美国国防部他自己也可以强推 都没有你都没有差 因为这里是美国的军事占领地 他要怎么办就怎么办 他也不用林志胜控美案 那只是说他为了夜场梦多 所以那你就林志胜那里去告 就这样子 在那边造一个防火墙 对不对 那我这一案全部都用法律来处理 那我不用在那边激感党手 对不对 我用法律来解决就好 这是我们美国内部的问题 台湾是我美国内部的问题 对不对 他用这样来解决就好 其实他这种做法是对的 所以如果他就C-S令控美案 他就被美国国防部在主导 背后那你就去告 所以又多了一个林志胜的控美案 那林志胜的控美案是美国国防部在主导的 讲白一点 他只是白手套而已 但是为了避免国防部以后再处理台湾问题 夜场梦多 那如果有人要告我 那你就在林志胜控美案这边 我全部都解决 对不对 对不对 你要不爽那你去告也没有用 为什么 因为人家在美国法院这边 PT-G-Nike 全部都有留底 那你要去拖后腿可以吗 不行 所以他就在林志胜的控美案就 给美国国防部一个防火墙 法律的防火墙 你谁都不能干涉我美国国防部来处理这样 我等一下讲到这些问题 然后后来国防部告完之后 第一次控美案在2009年底之后他已经结束了 就是说也PT-G-Nike 他把这些东西都留 都已经留 他里面就讲一个重点 这个台湾的主要占领权果是美国 所以美国政府就帮我们 在台湾就设了一个什么 台湾民政府基金会跟台湾政府基金会 然后他请林志胜当创办的 就这样子 他就成为他的代理了 懂吗 就是这样子 然后后来我们2013年台湾民政府就正式成立 在美国哥伦比亚特区那边成立 那整个文件有三章 各位都看到了 那个 我跟他讲那个背后是谁 是美国国防部 国防部 国防部是老板 所以他帮你做一个台湾政府的基金会公司 然后他又帮你做一个台湾民政府基金会公司 我跟他讲背后老板绝对是国防部 绝对是国防部 这个你想都不要 你有咬他我想就好 因为这案是国防部在主导 他请林志胜去告示 因为要造防火墙 firewall 就是避免说 未来我国防部在处理台湾问题 他妈有 就有人在那边拖我后腿 所以他在那边造一个防火墙 这个造好之后 他就设了一个台湾政府 跟台湾民政府的基金会就这样子 所以我跟你讲 这个台湾政府跟台湾民政府基金会是谁的 这是美国国防部的 是美国军事政府的 你开玩笑 各位要非常清楚 后来我们这个台湾民政府成立之后 我们继续再告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要把这个未来的台湾的一些问题 要判给台湾民政府的这批原告 比如说什么 你和解经的问题 你和解经的问题 那我要给谁 我要给台湾民政府这批原告啊 那因为你们有办身份证啊 那你们是个group 他是一个群体啊 在美国那边有立案的啊 所以 第二次控美案就这么来的 我最后会来讲这个问题 为什么又加了第二次控美案 当然有 他有他的意义 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啊 他这个有 法律上的 衔接 这个第一次控美案跟第二次控美案 他有一个衔接这样子 那我们来看第二次控美案 那是什么时候2015年继续再告 2月27日 他继续再告 然后他决定是美国是台湾的主要占领全国 他就讲到重点 蒋介石是国民政府中华民国的领导者 是代理盟军及美国管理台湾 依据杜鲁门一般命令第一号 包括中国台湾越南向蒋介石将军投降 大日本帝国政府及大本领降伍是根据1945年92号的降伍文书 是根据一般命令第一号 蒋介石是盟军 是接受日本指挥官的降伍接受代表 美国才是台湾的主要占领全国 蒋介石中华民国是代理美国在领台湾 6. 中华民国ROC非法在1946年变更台湾倒民的日本国籍 违反国际法 7. ROC非法变更台湾人的日本国籍 本土台湾人成为国际社会无法接受的国家及国籍 8. 原告数千人及其会员 以行动指控ROC剥夺他们的日本国籍 这个就是你改我的国籍那你要赔 这句话就是重点 9. ROC是美国代理机构代表主要占领全国 美国持续统治台湾 本土台湾人无国籍并要求国籍身份 11. 1946年台湾人日本国籍被剥夺是违反国际法的 1946年台湾人上市日本国籍不是美国当局支持的 13. 原告宣称1946年被剥夺的日本国籍是ROC指使 是违反国际法的 14. 林志生 林子安 台湾民政府TCCC是其会员 是本案原告 所以我跟你讲 我们台湾民政府的原告第二案就有三个 所以林志生他走了 他在天堂 然后再就换谁 林子安是代表 然后还有台湾民政府 所以我们台湾民政府现在的代表人是谁 是现在圣林子安 为什么在美国法院第二次控美案那里有立案 那里面讲得很清楚 他在他的台头那边 还有他台头里面特别又补了这一段话 那是有他的意义的 为什么 因为他留证据 你知道吗 他留法律上的证据 然后还有15 蒋介石及ROC政府是美国在台湾的代理 是被告主要占领全国美国的责任 16 ROC是代理主要菜领全国美国及盟军在中国的海外管理台湾并剥夺原告的日本国籍 17 依据国际法及美国法律 依证而证要有国籍 2 合法的国籍不能被任意剥夺及更改 18 1895年下关条约后 日本天网从中国取得台湾所有权 19 1946年 ROC非法并跟台湾国籍 当时美国有阻止该非法行动并不支持这样做 但是ROC违法行为导致台湾人目前无国籍 20 1949年6月6日根据美国内部备用录 台湾主权人属于日本 21 1950年韩战爆发 本来美军意图驱逐ROC出台湾 后来因为韩战宗旨 并宣布台湾海峡中立 并派第七舰队保护台湾 22 旧金甲和平条约中华民国及日本国 没有彼此签署 哇 这是讲到重点 因为中华民国没签约 死定了 23 国际社会 联络国主要占领全国 美国都不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 24 富吻摩杀记 澎湖 今天人属于日本 25 中华民国台湾人的国籍 今天不是中国 也不是日本人属于乌国籍 26 1961年联合国整理宣言 这个人要国籍 2 不管国籍不能被剥夺 27 本土台湾人民的国籍是日本籍 在台湾上的中国难民是中国籍 那当然他里面 他也有讲了 非常多东西 这是他主要的内容 那个建宗都是 四五十页 那Summary出来重点就是这一些 那你真正的话 那你最好去看那个 原 那个Rugio CS10 他有针对两次控美案的那个控诉 英文版的内容 哇 非常厚 厚厚的一本 那你可以去找 找就是 去买这样子 当然啦 我们有 这个 像你在Google上面 你也会找到类似的一些 就是 国 国际法的条约 那你可以看条约里面 像那个旧金山条约跟台湾关系法 其实就可以看出来台湾的地位 如果你对这方面很说 像我这样跟你讲话 那你就知道什么样状况 像我这样讲 就讲课这样子 那第一次控美案跟那个第二次控美案完之后 那个ROC跟美国政府他就放弃 他就放弃 抗辩权 在2017年的7月底 我叫7月29 那8月1号我们就跟他公告就微吻 就是中华民国与美国放弃抗辩权 就是说我们讲的都是一个法律上的事实 然后他们不再抗辩了 所以他们也放弃抗辩权 就是承认我们主要就是CUS令 这个台湾民政府这边讲的都是对的 在法律上都是一个事实 因为各位要记得 在法院上你不能作伪证 因为人家拿法律出来的时候 那你 那你也去不能够反驳法律 因为法律全部都是什么 全部都是事实啊 都是证据啊 比如说他讲一个 旧金山条约中华民国没有钱 完蛋了 哇这是最大的法律事实 因为法律已经出来了 那当然这个是法律事实 当然你不能说这是假的啊 这是真的啊 因为他在旧金山条约里面就是没有签约啊 他已经讲得很白了啊 那他讲得很白之后 那你就成为法律上的证据吧 所以这一些证据 就在第二次跟第一次控门案里面被匹迪勋迪奈 被人家打包好 那要干嘛 最后要交给 等美国军事政府进来台湾之后 他要开军事法庭 然后这个在法院匹迪勋迪奈就要交给军事法庭开核议典 一起来解决包括赔偿的问题 然后这样一定是和解 百分之百和解 所以应该他查一下来的速度应该也蛮快 那总而言之 美国跟中华民国他们就放弃 抗变选 承认我们原告林志诚先生 这个台湾民政委这边讲的都是事实 那就潜在这一些 那你们自己看 RAGEO CS LING JULIAN TA LING And Taiwan Keyboard Goldman 这个这边是原告 这个VS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Repair of China 台湾 这是Repound的就是被告 那被告放弃抗变选 就这样子 承认RAGEO CS LING 这边讲台湾民政委讲的都是对的 然后这一案就封存了 那控美案对台湾的冲击及影响 我做整理 然后控美案法律证据的整理 他就讲64年来 本土台湾的无国籍 无国籍社会承认之政府 人民生于政治炼狱 承认美国是台湾的主要占领选者 要求行政单位主动协助 这里就是重点 他第一次控美案之后 他马上设了台湾民政府跟台湾政府 那就是国防部设的 所以我们台湾民政府跟国防部 跟台湾政府其实隶属美国的国防部 就是这个军事政府 美国军事政府开的 那美国军事政府开的就是美国国防部开的 那美国国防部要听谁的美国总统的 因为他是三军统帅啊 所以他们都有报备过了 所以你要记得我们台湾民政府或台湾政府 未来的老板是谁 是美国军事政府 我们在台湾会有一个美国军事政府 所以你就叫做美国军事政府 实际上美国军事政府的老板是国防部 都是美国国防部的人 那真正我们背后的大老板是国防部 国防部是美国的国防部 因为我们以后也会隶属美国的国防部 因为我们非常多的那个将领 还有未来我们台湾政府的董事 全部是美国军方的人 所以我们基本上是隶属于美国国防部 所以你要记得我们的老板是谁 USM军 他非有老板就是国防部 因为台湾的军事当局是谁 台湾的军事当局是美国军事政府 那是台湾的美国军事当局 在台湾关系表第三条里面有写 所以各位要非常清楚这些 然后还有就是第二次控美案 就一样就我刚刚一开头就讲 就在讲他的冲击是什么 法律证据的整理 然后整理完之后把这案全部都打包起来 你知道吗 就匹地区领奈 那干嘛 他们这个匹地区领奈这个东西 他就交给美国政府一份 他也交给蔡英文一份 那你们看着办吧 等他们要等什么 等美国的军事政府进来台湾 开军事法庭 然后的合议典 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这个Rodjo CSM 两次控美案 所有东西都在美国政府那里 就是国安部那里 还有国会也有一份 还有ROC也一份 全部都复印给他们 然后你们看着办 你们自己去讨论 那当然 Rodjo CSM这一案就是给了 给了他给了谁 就是一个话语权 国防部 因为台湾实际上是美国总统的占领地 那国防部在这边就有发言的权利 所以国防部就可以主导台湾的国际地位 所以我们台湾现在实际上是国防部在主导 美国的国防部在主导 像我们国防授权法案是谁在主导 实际上是国防部在主导 你包括台湾的部分 包括美国总统的那个案板 因为他们美国总统跟国防部的关联 都会开国安参谋联系位 他们会一起开位 所以他们会讨论到台湾 就是台湾的问题怎么来解决 然后国防部就把这个复案跟总统报告 然后也跟国会提了一些报告 包括国防授权法案 那个也是美国国防部在主导 各位要非常清楚这些 然后包括台湾的问题也是国防部在主导 所以我跟你讲 台湾所有的问题 其实是美国国防部在主导 那我知道是国防参谋联系位在主导 这个秘书长他有讲过 你如果跟他说一点 他就有跟你跟各位报告这些问题过 那当然国防部的立场是非常简单 他就守法力 然后这个是我美国政府之间内部的问题 你任何人都不能干涉 你包括日本也不能干涉 中国也不能干涉 国际社会也不能干涉 我讲的实话 美国国防部我说的算 就这样子 然后他会按照 主要就是CSL控制 这些法律的市政 一起来台湾处理这个问题 所以 未来 等美国军事政府进来 他正式在台湾布达之后 他一定开军事法庭的合议庭 然后处理他讲的这一些 然后最后结论就是 他要帮你设台湾政府 他会帮你台湾者设一个台湾政府 然后把中华民国捏掉 就这样子 人家国外部业要自己来处理 各位懂吗 所以就是这一案里面的第一个冲击 未来要设一个台湾政府 这我后面几个章节我就会讲到 第一次控美案是 Ragio CSLIN去告美国政府 然后第二案的 他第二次控美案是什么 Ragio CSLIN Julian TALIN 还有台湾keyboard government 这是第二案 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因为做一个衔接 然后卡到什么 人权球场的问题 还有台湾民政府 未来要当官联的问题 你要这些台湾民政府 受完训之后 那你怎么办 那你要当官联 那你要还依据啊 那你还依据怎么来 第二次控美 第二次控美案 那我们这案在法案那边就毕丁运迪奈 我以前演讲就有讲 他现在全部都在这个毕丁运迪奈 在法案里面割制待审 那割制待审是谁来审 军事法庭 他们要合一定案来审 然后我们也讲控美案的目的 那我们都知道 控美案实际上是美国国安部在主导 这国安参谋联席会 他们那批人在主导 那我们就想说他的目的是什么 来我们来看 一二让美国 亲中国难民及国民党政府 中华民国势力 无法干涉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 因为这一案已经进入美国最高法院 美国政府必须依照 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形式 控美案有类似美国政府 内部行政的诉讼 但美国最高法院他有裁决 他其实他裁的就是 就是你国防部要按照法律来行事 对不起 你有国际法 你有战争法 你有万国公法 你美国国防部 你原则上你要按照法律来行事 其实这个就有这个意思 当然这一案最后也承给国防部 那美国国也知道 那美国国防部就要按照 他按照 他就西斯林这两次控美案里面讲的法律事实 来处理台湾问题 懂吗 然后在美国那边顺便造一个防火墙 你有谁要来干涉这一案的时候 那你就会卡到 你就卡到这个控美案 那你就不能干涉 你懂我意思吗 那你要脱往美国国防部呢 后腿就不能 所以这是主要就是西斯林控美案的目的 然后我们再讲 本土台湾人基本人权确定被侵害 美国政府及中华民国台湾机构 未避免赔偿损失无限制扩大 但是又必须以法律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所以美方设计了控美案 使得一和解案的总金额有限制 第二个在和解后 未来不会再受到台湾公民的追溯 三避免制台中国难民在美国起诉 产生无聊及无效诉讼 是决定未来台湾政府的台湾关联 因为台湾民政府是本土台湾公民 日本层民 由华力资格认台湾政府关联 这样我们再讲 他为什么 他为什么要追案 我们讲到第一个 他和 第一个 他只要跟四万多人和解就好 他不用跟两千万人和解 哇那赔偿金额就大幅下降 所以他就把这一案全部都限缩在哪里 在台湾民政府里面 你有办身份证的才有 你没有办身份证的你没有啊 为什么 你自作人也没有损失啊 可是在台湾民政府里面讲的 他很清楚 他们确定说我们有损失 因为我们国际被变更了 我们所有东西都造成损失了 他讲得很白了 我台湾民政府就是要求场的啦 我就是要和解经的啦 我讲白一点啦 各位要非常清楚 你为什么要进来台湾民政府要拿身份证 人家秘书长进来台湾民政府跟 我们所有人都问 你有办身份证 为什么 因为这有和解经啦 这是你的权利啦 那我们台湾民政府一定会有和解经的 你为什么 他已经 他已经讲很白 我们确定我们人权是受损的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一案就卡到民事球场的部分嘛 所以各位应该清楚 然后在和解后 未来不会再受到台湾公民的追溯 因为我这一案已经告过了 你未来要再起起一案不行 一案不能两告 我那个时候在跟你台湾人民讲的时候 说你们要求场你们都不来啊 你们都说台湾民政府是诈骗其反 那太好了 太好了 人家赔晚了没有了 对不对 那你不能再告第二次 那你就不会再勾勾顶了 人家美国国外部他们很聪明 对不对 跟你讲的时候你又不来 你现在你还要告没有了 人家这案告完了 你一案不能两告 我已经都把台湾正常化了 我已经给你们台湾政府 然后又给你们 我们又给你台湾整个国籍了 就是台湾公民啊 我全部都帮你们造好了 我都按照法律帮你们弄好了 那你不能再告了 不行了啊 因为这案已经解决了啊 人家那个时候 我已经跟原告和解了 那你其他人是你们自愿放弃你们的权利了啊 我们在起诉的时候你们又不来 跟你讲你要来你又不来 然后三避免制裁中国难民在美国起诉 产生无聊及无聊诉讼 对不对 如果有人要拖国外部的后腿 那怎么办 我在美国告啊 就这样子啊 那你可以告我也可以告 那我就跟你谈啊 然后你国外部的角度就被拖了 所以他与其这样子干脆叫 那你先去告 那你告 如果说有人在告的时候 对不起要并案处理 对不对 那因为没有人告 那所以这案就是这样子 那也是避免人家来产生什么 未来的无聊诉讼 你知道吗 就是一直要残你 你背着你钱了 我把你告就对了 对不对 一直黏你就对了 你美国侵犯人权啊 怎么样啊 什么呢 反正他黏你就对了啦 在美国有很多这种诉讼 都是一直在告你 反正他有钱 我我我我就是钱多 我就喜欢告的 对不对 反正你只要把柄被我抓到 那我就要告了 不管结论会成或不会成 反正我就要告 就类似这种什么 无聊诉讼 他就抓到一点把柄 他就要告 就这样子 他很怕这样子 所以与其这样叫林志愿去告就好 在那边有个案 那如果你还要再告就是 对不对 就病案处理 是决定未来台湾政府的台湾关联 因为台湾民政务是本土台湾公民 日本臣民 有法力资格任台湾政府 哇这个是重点 你现在没有台湾人 我们现在台湾人里面实际上 你看你现在拿中华民国全部是无国籍 你有台湾人吗 没有啊 那你要先恢复国籍啊 那你怎么恢复国籍 非常你非常简单 你把你日本时代的那个户籍成本全部都申请出来 然后证明你是他的后裔 我们台湾民政务有办那个身份证嘛 那就确定你是本土台湾人 这是美国国外部他们的规定 因为你原本有效的国籍是不能被取消的 所以证明什么事情 我们台湾人的日本成品的国籍还在不在 在 变成说你国籍就是标示不明 你的标签被贴错了 这样子 那就产生你是一个无国籍的状况 那美国国外部要纠正这个状况 所以又帮你办了这个台湾台湾政府身份证 那个其实台湾政府身份证 它上面显示TW就是你的正确国籍是本土台湾人 然后你的国籍是日本成名 那个在台湾公民权利法里面有规定 它里面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那我就不再说明 对不对 那只有这一批在台湾民政务受完讯的才是日本成名 才可以当台湾官员 那你拿中华民国身份证你要当台湾官员 门都没有 你想的没 你没有机会就这样子 所以未来的台湾台湾官员 它一定从台湾民政务这批里面再选 这样各位就清楚 为什么因为你的国籍正确 那你才能当台湾官员 那未来这个台湾政府才不会有合法性的问题 对不对 才不会再被告第二次 美国才没有他第二次在这里台湾政府处理 他不要再让你台湾你再告了 所以他一定全部合法都做了 那各位要明白 所以美国国安部他为什么叫做 他有他的目的的 这个就是他要的 那我都替他想好了 他为什么这么做 然后控美案明显受到外来力量介入 且有效控制 台湾民政府从政治角度而论 就是美方控制控美案的政治工具 因为台湾民政府是美国政府设立的基金会公司 因为是美方设立的 因此美方可以控制台湾民政府的速度及政策 好处而论是使命必达 台湾国际地位 必定正常化 你台湾民政府实际上是美国国安部背后这个老板设的 是美国国安部设的 你们都不用再追查是国是国安部设的没有错 真正的大老板是他 美国国安部 因为我刚刚已经跟你做的情知的重合 我们背后那一只手就是美国国安部的国安参谋联系位 那个秘书长他已经跟各位其实都有讲过 都有讲过他背后的老板真正是谁 有啦 他们有跟各位 其实你们如果跟他熟一点的话 就你以前跟他熟一点的话 他其实陆陆续续都有透露这些消息 都有这些消息给我们 所以各位应该都非常清楚 我们真正的老板是美国国安部的国安参谋联系位 他隶属于总统 因为总统会在国安参谋联系位里面开会 这是美国的陆海空 还有国 国王部的 部长还有参谋总长 还有 美国的总统 还有他们一起会练习 大概一次开会差不多十个人 都是美国主要的将领 就是陆海空主要将领 他们会一起开会 这个就是国安参谋联系位 他们是美国 就是军方最高的权力单位 就是美国的国安参谋联系位 那他们定期都会召开这些会议 那在会议的时候就会决定 美国军方的动作 所以我们的真正老板是国安参谋联系位 大致上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一定会 台湾一定国际地位正常化 那就CSN他也讲了一个实话 就算你们全部都出去了 你们全部都当叛军 我跟你讲 我们台湾民政府一定会执政 他也不怕你 为什么 因为这样是美国国安部在推的 即便你所有人都阵亡 你台湾民政府这币全部都阵亡 他也不怕他还是会执政 他只是在找另外一批本土台湾人而已 懂吗 所以你放心 我们台湾民政府一定会执政 因为这个是国安部在主导 所以你什么律师 你们还要再去告 我看那是笨蛋 其实这案是美国国安部在主导 背后真正的老板就是国安部 不然等这个牌先的时候 那你就知道我讲的是对的 为什么 因为我是按照法律 按图所记 我找出来的结论 我去逆向工程 那我去寻的这些东西去找 找出来的什么 所有的证据 然后做出结论 我做出判断 还有一些我们平常得到的情报 像Rajio CS令他再次的时候 他也都讲到这些东西 那你听他的话的时候 那你就要仔细听 那你只要听有用的时候 他讲那些有的没有 那就听一听笑一下就算了 那你就要听一些比较有用的 像我听他讲话的时候 那我自己都会过滤 他有用的情报就会留在我脑子里面 他讲一些屁话 他自动 你要做马尔东风 听一听笑一笑就好 那我都要听他讲什么 讲证据 讲法律上有的证据 所以你看 你如果要听一个人讲话的时候 那你要听他有用的部分 那没有用的部分 听一听笑一笑就好了 对不对 像我都听情报都听什么 听证据的 那什么是最好证据 有法律的是最好的 所以你们要读法律 你都进来的时候 你要听 就你要念国际法 你要建战争法 你要念法律 他都跟你讲那些什么 台湾关系 旧金三条一般命 这些东西都这么重要 难道你都不去念了吗 他就讲得非常清楚 法律是最好的证据 所以你进来台湾民政法的时候 那你要学什么 学法律 你不要听人家讲那些 有的没有 那都没有用 你要把法律证据拿来看 拿来念 把它念通 那你念通之后 那你就知道 人家美国国安部 他下一步针对台湾要怎么做 那这样子 如果就西洋市矿美案 大家就没有悬念了 这一案是美国国安部来主导 你放心 我们一定成功 静待加音 我们快成功了 谢谢各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